老公家三代单传 结婚两年我的肚子还没动静 婆家的人坐不住了 公婆轮番上阵 使尽十八般武艺 又不惜领回老公的私生子 终于逼得我和渣男离了婚 离婚后第三年 我抱着孩子偶遇前婆婆 她看见孩子表情吃惊得像见了鬼一样 之后她到处造谣污蔑我不能生 孩子是抱养的 气得我妈心脏病发作 她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被逼急的我甩出一张前夫不遇的化验单 好心提醒她记得带孙子去做个亲子鉴定 得知真相后 他们全家鸡飞狗跳 我作弊上观看笑话 好不容易过个周末 我还窝在床上睡懒觉 送离在厨房做早餐 婆婆却气势汹汹地杀了进来 断铃呢 让她出来我有事要问她 婆婆一向大嗓门 我在卧室都能听见她的声音 我套上衣服走了出来 妈怎么了 我问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 她把一张化验单甩到我脸上 纸张边缘锋利的像刀子一样 瞬间将我的眼角割破 撕 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 顿时也来了脾气 送离 你跟个死人一样处在那里干什么 你妈大清早发疯你也不管 送离慌忙跑过来 手忙脚乱地给我拿纸巾和窗壳贴 一边责备她妈下手不知轻重 婆婆见她儿子明显偏向我 气得捶着胸口哭嚎了起来 儿子 你快看那张单子 她不能生孩子还瞒着咱们全家 她好歹毒的心啊 送离捡起化验单 问我 这是你的吗 我点头承认 那张单子确实是我上星期去医院做的检查结果 送离家三代单船 我嫁给她两年 从来没有避过孕 我们的频率也不少 但是我一直没怀孕 婆婆急了 非得拉着我去医院做检查 我问为什么不让送离和我一起去做检查 婆婆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她儿子身体好得很 不可能会有问题 怀不了孕肯定是我有毛病 我反问她 为什么一口笃定就是我的问题 送离没问题 她被我噎住 动了动嘴 想说什么 最后又没说 后来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正好单位组织体检 我就顺道做了妇科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我有轻度的子宫内膜炎 我特意问过医生 这个病是不是会影响怀孕 医生说 中度和重度的是会影响怀孕的 而我的只是轻微炎症 几乎是不影响的 听了医生的话 我总算放心了 回到家化验单 被我随手塞到了卧室的抽屉里 婆婆最近没来过我这里 我在想会是谁把化验单拿给了她 按而 送离出差了好几天 就昨天晚上才回来 而且她一直和我待在一起 不可能会是她 我问婆婆 化验单怎么会在你呢 谁拿给你的 我仔细想了一下 最近只有送离的妹妹宋月来过我这里 她和婆婆吵架 跑到我这里来躲清闲 亏得我还带她去吃大餐 掏钱给她买衣服 买化妆品 没想到她转头就当小偷 拿着我的化验单去给她妈告状 真的是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你别管谁给我的 幸亏我知道了 不然我们全家都还被你蒙在鼓里 你不能生你早说呀 我好早点让我儿子和你离婚 咱们谁也不耽误谁 你在这站着毛坑不拉屎 你真恶毒啊你 婆婆像个婆妇一样 对我歇斯底里的一顿骂 气得我眼泪直往下掉 我从送离手里抢过化验单 指着上面的字给她看 你看清楚了 是轻度炎症 我问过医生了 完全不影响怀孕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 给送离的表姐打电话问问她 好了 她不正好是妇科医生 婆婆又说 不用问 我让送月在网上查了 网上就说会影响怀孕 我冷笑 哼 既然你那么相信网上说的 认定我不能怀孕 那我也无话可说 送离 我不耽误你 我们离婚吧 一直默不作声的送离 突然慌了 她抱着我的腰 把我推到沙发上坐下 老婆 我相信你 别说气话了 我们过得好好的 离什么婚呢 婆婆一见她儿子 不愿意离婚 立马又眼上了 拍着大腿 拉着哭腔唱了起来 我的老天爷啊 我一把年纪了 就想抱个孙子 你咋就不睁眼呢 我命苦啊 送离把我哄进卧室 让我先好好躺一会儿 消消气 她去劝劝她妈 他们母子两人 在外面嘀嘀咕咕地 说了一会儿话 随后送离 拿起车钥匙 送她妈回了家 我躺在床上 气得直抹眼泪 好好的周末 就这样被我那个 无理取闹的婆婆破坏了 真的是让人恼火 送离回来时 我已经睡醒了一觉 睁开眼看 外面太阳 已经往西边 落了半个身影 她给我打包了 我最爱吃的水煮鱼 和麻辣小龙虾 又特意绕路 给我买了爱喝的奶茶 吃饭时 她安前马后地忙碌着 替我挑鱼刺 包虾 我化悲愤为食欲 一顿饭吃得大汗淋漓 她就在旁边给我擦汗 我看着眼前的送离 心里一软 火气也消了大半 平心而论 送离带我很好 谈恋爱时就是是以我为先 结婚了之后 依然是这样 偶尔和她家里人 爆发点小矛盾 她也会站在我这边 要不是因为她对我好 她那有样无理取闹的父母 我早就避而远之了 三 收拾完碗筷 送离和我商量 要不我们再去表姐那 做一次检查 见我要变脸 她连忙解释 我妈就是年纪大了 转不过来弯 我们去表姐那里做个检查 既能还你清白 又能堵住他们的嘴 让我妈无话可说 这样多好啊 我这人天生吃软不吃硬 送离最会拿捏我的命门 被她三言两语这么一劝 第二天我就乖乖地跟着她 去了她表姐所在的医院 挂号做检查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公共婆婆也来了医院 表姐拿着单子看了一会 话说的婉转又不失严谨 照理说 轻度子宫内膜炎 是不会影响怀孕的 但是你们这么长时间 没怀上 也不排除 有这部分因素的影响 我建议还是做下治疗 可以来医院打针 也可以喝中药条理 回去的路上 婆婆一直在念叨 看吧 我就说是她怀不了孕 她还不承认 我问她一下 她就厉害地要吃人 我转头想和她争辩 开车的送离 却拉住我的手 冲我无声地摇了摇头 听完送离表姐的话 我也自知理亏 怕跟她吵起来 到时候没办法收场 只能默默地咽下这口气 没想到婆婆见我不说话 语气变得更加嚣张 她对送离说 儿子 你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 你听妈的话 我不会害你 妈 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你就别管了 送离不耐烦地回对她妈 眼见着婆婆扑到公公身上 又要开始嚎 她赶紧又说 我明天就陪着玲玲去抓中药 喝上几个月再去做检查 她这一招先斩后奏使得不错 让我没办法拒绝她的话 毕竟她是帮着我的 如果我再不同意 就显得我有些不通情理了 但是我又隐隐觉得不舒服 愿不愿喝不喝中药是我的事 她就那样轻飘飘替我做了决定 不过看着她认真开车的侧脸 我还是把心里的那点不愉快压了下去 要抓回来以后 她每天下班帮我熬好 晾上半个小时 我刚好下班到家 起先我是真的喝不下 那味道又苦又涩还难闻 我喝了两口就全吐了 送离给我准备了各种口味的糖果 端着盘子站在我面前 眼巴巴地看着我把中药喝完 渐渐地 我也认命了 明白这中药我得喝 这罪我也必须受 到最后我竟然能面无表情的一口气 把一大碗中药喝完 我都佩服我自己 就这样 我煎熬了两个月 喝完最后一副中药 我去复诊 炎症完全消失 我的病好了 走在回去的路上 看着澄澈明镜的天空 我以为我的阴霾终于散开 以后都是顺利坦荡的日子了 此时的我尚未料到 我婚姻里最大的劫难 才刚刚开始 四 我跟公司申请了半个月的休假 又让送离推了手上的好几个项目 每天早早的下班 开始我们的造人计划 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小孩子 又加上婆婆这么一折腾 我更加憋着一股劲 就想着赶快怀孕 早点生个孩子 可是第二个月 立假按时来访 又一个月 肚子还是没动静 一直过了半年 我还是没有怀上 这下子婆婆和公公都坐不住了 就连送离对我的态度都隐隐有了些变化 中秋节 婆婆早早地给送离打电话 叫我们过去吃饭 婆婆一见到我就开始摔摔打打 指着厨房里买回来的活鸡指桑骂槐 叫 我看你在叫 下不了蛋 那就宰了你吃肉 说吧 她手起刀落地在鸡脖子上抹了一把 母鸡蹬了几下腿 就彻底没了声息 看着这一幕 我心里发寒 突然觉得我像急了婆婆手底下那只可怜的母鸡 平复了心情 我把特意买的茶叶拿给坐在沙发上喝茶的公公 以往她待我还算客气 今天却默然变了脸 断铃啊 我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打算的 公公退休前是机关单位的小领导 通身一股盛气凌人的架势 让我感到压迫 爸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我对她的态度很恭敬 她抿了一口茶 吐掉茶末 说道 宋黎今年三十二了 年龄也不小了 周围和她同龄的 孩子上幼儿园了 听到她说这话 我总算明白 今天这顿饭就是场鸿门宴 爸 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问 公公说 我希望你能体谅我们当父母的苦心 我们老两口辛苦了一辈子 林老了就想早点抱上孙子 我垂眸不语 婆婆卷着袖子从厨房冲出来 断铃 话都说这么清楚了 你难道还不明白 之前你不承认是你的问题 我们家也没说什么 送礼也还护着你 可现在都半年多了 你肚子还是没动静 半年多我们能等 可要是你一辈子都怀不上呢 难道还要我们等一辈子吗 送礼待你不薄 你不能这样恩将仇报啊 公公婆婆的话像是一把利剑 对我不不紧逼 我招架不住 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坐在我身旁的宋黎 宋黎一反常态的没有站起来替我说话 她靠着沙发沉思 似乎是默认了婆婆的话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解 却还是勉强挺起几倍 同婆婆变薄 我喝了两个月的中药 去复诊的时候 医生说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 你们为什么还觉得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就不能让宋黎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呢 婆婆对我破口大骂 我敢拿我的命发誓 我儿子根本就没问题 你怎么这么歹毒啊 天天盼着我儿子有病 你那子宫炎症 我还怀疑是你跟人乱搞才得的 无 这话说的实在太过歹毒 我顿时被气得浑身发抖 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攥住了 喘不上气 蹲在地上缓了半天才缓过来 宋黎见我这副样子 吓得赶紧去堵他妈的嘴 妈 你别胡说八道了 玲玲不是那样的人 缓过神来 我对宋黎说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们离婚吧 说完 我拿起包转身离开 宋黎从屋里追出来 被我甩开 我很晚才回家 拿着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打算让宋黎签字 他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 手里还端着我爱喝的排骨汤 早上离开时乱糟糟的房子 也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的内衣被他用手洗过 晾在阳台上 茶几上摆放着一大树 娇艳欲滴的玫瑰花 我承认 宋黎其实是个很合格的丈夫 他细心 妥贴 又温柔周到 最关键的是 我很爱他 我一直以为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结婚是因为相爱 离婚是因为不爱 但我没想到 我们还相爱 却要因为他的父母 被迫走到离婚这一步 我难过 也不舍 宋黎过来抱住我 把头埋在我颈窝 缓慢开口 老婆 我不想离婚 我已经骂过我妈了 她保证以后不会再对你说这么难听的话了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大人不计小人过一回 成吗 婆婆说的那番话 就像是一道刺 深深地扎进我的身体里 刺还没有拔出来 我做不到那么大度的原谅 刚好公司派我出差一周 临走时 我和宋黎说 我们彼此都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这段婚姻到底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 一周后 我出差回来 送离开车接我回家 她似乎心情很好 还不停地哼着歌 对上我疑惑的目光 她说 老婆 问题都解决了 你放心 我爸妈以后再也不会逼着你生孩子了 我还没来得及思考 她一脚油门就到了家 家里 公婆都在 沙发上还坐着一个小男孩 婆婆热情地迎上来 想拉我的手 被我躲开 她也不生气 反倒态度和蔼地跟我道歉 灵灵啊 上次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你别跟我计较 道完歉 她把沙发上坐着的小男孩 带到我面前 她叫闹闹 今年三岁了 是我老家的表妹家的孙子 她爸妈生病没了 孩子没人养 我看着怪可怜的 就想着把她过继到你和宋离的名下 你俩养着 妈 你什么意思 我实在忍不住打断她的话 我和宋离都还年轻 只是暂时没怀孕 又不是确诊了不能生 为什么要过继这个孩子 六 婆婆 要不是你有问题 会一直怀不上吗 我懒得和她掰扯 把目光投向宋离 问她 你也同意收养这个孩子吗 我以为宋离不会同意 正常人哪个会同意才结婚两三年 年纪轻轻就收养一个这么大的孩子 可宋离居然说 妈都退了一步 接受你不能生孩子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服个软也退一步 我看向她 满脸惊诧 你想要孩子 我们可以生啊 才被孕半年 你就确信我生不了是吗 再说 就算我真的怀不上 我们还可以试管啊 为什么非得收养这个孩子 她一脸疼惜的模样 我也是为了你好 试管受罪的是你 就算试管成功生下来 子宫下垂 身材走样 脱发长斑 有这些毛病的都会是你 无痛当妈难道不好吗 不可否认的是 宋离这番话说的挺有道理的 尤其是当我看到网上说 生孩子对女性身体和心理 带来的不可逆的损伤时 我其实是畏惧的 但是即使这样 我还是接受不了 平白多出一个好大儿 又是一次不欢而散 公婆见我死活不松口 妈妈咧咧地领着孩子离开了 宋离苦口婆心地劝我 老婆 我真的都是为你好 看我爸妈这么逼你 你难过我也不好受 我就想着 领养一个孩子 他们也不会再为难你 你又刚好不用承受 怀孕生子的痛苦 再说了 孩子由我爸妈带 我们还是照样过 我们的二人世界 多好呀 他见我依然沉默 又继续说道 是我考虑不周了 你要是生气 你就骂我 孩子你不想领养 咱就把他送回去 宋离最是懂得拿捏我 倘若他跟我耍横 或者是态度强硬地逼我接受这个孩子 那我肯定会比他更加强硬 可他没有 他态度谦卑 言语里处处以我为先 我反倒不好意思发火了 半赏 我问他 那个小男孩 他父母真的都没了 宋离点头 听我妈说 他奶奶也快不行了 孩子到时候就只能送福利院了 我叹气 那就先别送走 也算沾亲带故的 我们也总得给口吃的 至于领养的事 我再考虑一下 宋离见我终于松口 高兴地朝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望着他高兴过头的模样 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但又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周末和闺蜜逛街 我把这件事说给他听 他咬着奶茶吸管 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那个孩子不会是宋离的私生子吧 我看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七 这个孩子来得太蹊跷 宋离和他们家人的态度也太过反常 一切的现象都表明 这个孩子的身份不简单 我火速告别闺蜜 打车去了婆婆家 婆婆见识我 一脸惊诧 我把买的玩具拿出来 递给闹闹 妈 我听宋离说闹闹的身是挺可怜的 我也挺心疼他 路过玩具店就给他买了个小玩具 婆婆见我这样说 脸上的防备终于卸下 换上一副笑脸 你中午别走了 在这吃顿饭 也好和闹闹培养培养感情 他可讨人喜欢了 婆婆这话正合我意 我爽快地答应 我陪着闹闹玩了一会儿玩具 慢慢和他混熟了 我悄悄观察他的长相 和宋离不太像 宋离是双眼皮高鼻梁 闹闹则是单眼皮他鼻梁 我又转念一想 也许孩子的长相随妈妈了呢 闹闹喝水的时候 不小心把上衣弄湿了 婆婆在做饭疼不出手来 就让我带他去换 我给他穿衣服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后背有一颗痣 和宋离后背那颗痣的位置 几乎一模一样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阿姨疼闹闹喊道 我赶紧说闹尿 不好意思 阿姨的支架不小心勾住你的头发了 说着 我悄悄攥紧了手中的那根头发 吃饭时 我故意装作不经意地问婆婆 闹闹后背有科痣 怎么和宋离的痣长得一模一样 也太奇怪了 闻言 婆婆瞟了一眼公公 坦然地说道 那估计就是碰巧了呗 有啥奇怪的 语气还算正常 但他看向公公时 脸上一闪而过的慌乱却让我更加去信心中的猜想 吃完饭 我迫不及待地离开 打算回家一趟 取点送离一落在梳子上的头发 去给他俩做个亲子鉴定 下楼时 我才发现车钥匙没拿 那会看闹闹喜欢车钥匙上的小玩偶 我就递给他说 让他玩一会 后面吃饭时就忘了装包里了 我折返回去取车钥匙 公婆住的是早年单位分的房 老房子 隔音不好 又加上天气热 做饭时 婆婆就会把厨房的窗户开得大大的 我上楼拐弯时 正好经过厨房的那扇窗户 于是 我听见婆婆急切的声音 今天断铃突然来我这了 还抓着闹闹身上的痣 问我怎么和你身上的一样 差点没把我吓死 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我靠在墙壁上 冰冷的水泥墙面 肆无忌惮地侵蚀着我的后背 尽管已经是夏天 我仍旧觉得浑身发冷 如坠冰窖 宋离不知道说了什么 婆婆又说道 她知道了也好 那就不用藏着掖着了 闹闹是我的亲孙子 这是事实 她容得下就容 容不下就滚蛋 八 我呆愣在原地 过了许久 终于缓过神来 我给宋离打了个电话 让她过来一趟 转身上楼经过垃圾桶时 我扔掉包里卫生纸裹着的头发 事实都已经昭然若揭了 头发自然也就用不上了 宋离和公婆坐在茶几的一面 我坐在茶几的另一面 那架势像急了对不公堂 宋离原本还要狡辩 我拿出手机 把刚才录到的录音放给他们听 闹闹是我的亲孙子 这是事实 她容得下就容 容不下就滚蛋 她顿时哑口无言 我抹了一把眼泪 问她 宋离 你告诉我是真的吗 宋离抱着头沉默 婆婆要插嘴 被我吝声喝纸 你闭嘴 我就想听她说 于是 宋离慢慢地向我道出了真相 闹闹是她的孩子 孩子的妈妈是他们家曾经的小保姆 宋离有一次喝醉了酒 抱着小保姆不撒手 小保姆以为宋离真心喜欢她 也就半推半就地从了 后来没多久 小保姆就怀孕了 婆婆知道后 立即辞退了她 并且给了她一笔钱 逼迫她去把孩子打掉 他们家都以为小保姆已经把孩子打掉了 谁知道前段时间 她突然找上门来 据她所说 是自己过得很困窘 又无意间听说我一直怀不上孩子 于是就把孩子领了过来 听到这里 我冷笑 怪不得你妈这么肯定生不了孩子 不是你的问题呢 婆婆抢白道 你别拿话赐我儿子 我还是那句话 孙子我们肯定要留下 至于你 忍不了就滚 一个不下蛋的鸡 哪来的脸在这兴师问罪 送离 我就问你一句 孩子和我 你选谁 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非要别那一股劲 就算送离说选我 难道我就能毫无芥蒂的跟她继续过下去吗 很明显是不可能的 但当时我的潜意识里觉得 送离肯定是会选我的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笃定 可能是平时她带我太好了 给我造成了一种她很爱我的错觉吧 可我没想到 送离一开口就往我心口插了一把刀 她眼睛心红 冲我吼道 断铃 你真的爱我吗 我为了你一次次的对抗我爸妈 就连你不能生孩子 我都不介意 你为什么就不能容下这个孩子呢 他只是我婚前犯的错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为了证明我爱你 我就得咬着牙 把你的私生子认下来 送离 这世上没有这么两全其美的好事的 气愤至极 我狠狠甩了面前的送离一巴掌 这就是你欺骗我的代价 离婚协议书之前已经你好了 你记得要签字 我转身欲走 却不想被婆婆一把拽住 她撕扯着我的头发怒骂道 你个贱人 敢打我儿子 我今天非撕了你 九 头顶的刺痛让我忍不住尖叫 不过我很快反应过来 双手抓住婆婆的手腕用力一拧 她惨叫着终于松开了手 我转过身 一把掌拍在她脸上 送离也回过神 见她妈妈挨了打 立即朝我扑了过来 宛如一头失控的猛兽 我当时没察觉 猝不及防的就被她一巴掌扇倒在地 还没来得及爬起来 又被一脚踹在肚子上 疼得我几尽窒息 儿子 打死她 快打死她 婆婆在旁边煽风点火 我咬着牙站起来 对送离说 送离 你这一巴掌和这一脚 算是把我们的夫妻情分都散尽了 接着 我摆出架势 在她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使出浑身力气 一脚将她踹飞 然后我又趴在她身上 攥起拳头 狠狠地朝她招呼过去 婆婆过来拉我 被我一胳膊肘对了一个扬岛 公共抱着下的哭闹不止的孩子 大喊着要报警 开玩笑 姐之前可是跆拳道黑带 还当过几年道馆教练 只不过认识送离之后 得知她喜欢温柔宁静的女孩 我才慢慢地不再接触跆拳道了而已 打完之后 我活动了一下手腕 可惜的是有好几年没交都生疏了 脚上的力道也不够大 否则我不会就这么便宜她的 闹成这样 婚自然是得离了 送离道也爽快 房子没要 车子也没要 都留给了我 倒是前婆婆 舍不得房子 来家里大闹了一回 我故意激怒她 她是个没脑子的 被我三言两语一击就气得动手 砸了家里的东西 我看她砸得差不多了 就打电话报了警 最后警察已故意毁坏他人财务罪 将她拘留 我拒绝出具谅解书 她最终被判拘役三个月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我想也够她一把老骨头 受得了 为了远离他们这一家子神经病 我索性把房子卖了 搬家那天 我看着压箱底的婚纱照 越看越觉得恶性 顺手拿起小锤 将它砸烂劈开 扔到了垃圾桶里 离婚后 我请假去爬了一趟泰山 最近没孕缠身 作为一个地道的山东人 我得给泰山奶奶她老人家烧炷香 让她替我这个倒霉孩子转转运 没想到 泰山奶奶还真的显灵了 回去的高铁上 我竟然遇见了我高中时气暗恋的对象 和她一路热聊 到终点站分别时 我俩依依不舍地加了微信 离婚半年后 我和李观琪确定了恋爱关系 是她先捅破那层窗户指的 她说高中时 她也喜欢我 只不过那时我性子泼辣 她又胆小自卑 所以不敢和我表白 时一直到大学时 她才无意间发现 夹在高中同学录里 我给她写的那封情书 时间和心欢 果然是最好的疗伤工具 我曾经那么依赖的送离 不过半年时间 我对她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 现在能想起来的 只有她发疯时的凶狠嘴脸 以及她打我的那一巴掌 和她那踹向我的那一脚 和李观琪恋爱一年后 她买了大钻戒 向我求婚 我告诉她 我可能生不了孩子 她说她不在意 有孩子是锦上添花 没孩子也乐得自在 于是我就嫁了 人生不就是一场好赌吗 不管是赌赢还是赌输 总得下了注才知道 我前一时认为自己怀孕困难 所以我俩就没避孕 谁料结婚不到三个月 我就怀上了 望着夜运棒上的两道杠 我和李观琪都傻眼了 她捂着脑袋叹气 甜蜜的二人世界 很快就没有了 我去捶她 都怪你 说好的西北大环线自驾游 这下要泡汤了 她小心翼翼地抱着我的腰 像哄孩子似的哄着我 没事 等孩子生下来 你身体养好了 咱就立马去 孩子扔给我妈带 你到时候想玩多久 就玩多久 一整个孕期 我都是胃口特好 吃妈妈香 一点孕吐反应都没有 反倒是李观琪 她居然全程孕吐严重 几个月折腾下来 她已经瘦了一大圈了 我俩都觉得奇怪 上网一查 网上说只有南方太老婆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举着手机问李观琪 是这样的吗 她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哇的一声 又跑厕所吐去了 生完孩子 李观琪请了月嫂照顾孩子 又怕她妈照顾我不细心 特意跟单位申请休假 天天在家围着我转 给我洗头洗澡 做营养餐 我看着她坐在小板凳上 抱着我的脚给我剪支架 神情虔诚而专注 突然就相信了 网上说她很爱我 才会替我孕吐那句话 是真的 晚上孩子哭闹 也是她和月嫂 还有她妈三个人轮番哄着 饿了就冲奶粉 我从来没插过手 月子出来 我的气色恢复得很好 皮肤也变得更有光泽了 就连闺蜜都说 我背着她偷偷在家做了美容 女儿摆天时 我约了一家儿童摄影工作室 给她照摆天照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偶遇 前公婆带孙子来照入学证件照 我当作不认识 不想搭理她们 没想到前婆婆见到我怀里的女儿 表情吃惊的像见了鬼一样 她凑到我面前 不怀好意地问我 你这孩子哪来的 你又不能生 该不会是偷来的吧 我气得真想一巴掌扇死她 刚举起手 她就吓得往后一色缩 这是在外面 你要是敢动手 我就立马躺下报警 十一 前婆婆嘚瑟到 我看着怀里熟睡的女儿 想着等会还要美美地陪她拍她人生中第一组照片 也就将这口气忍了下来 就当是路上被狗咬了一口 自认倒霉算了 我没想对前公婆赶尽杀绝 怎料前婆婆非要见兮兮地凑过来找死 那日偶遇后 她居然在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面前到处散播谣言 说我就是因为不能生孩子才被他们家踹了的 现在的孩子要不是抱养的就是偷偷买来的 她那张嘴巧舌如簧 在她喋喋不休的八卦下 谣言越传越汹涌 好多不明真相的亲戚邻居都开始信以为真 甚至有邻居跑来问我 孩子是从哪买来的 她家媳妇不孕 领养孩子手续不好办 也想偷偷买个孩子 让我给介绍一下 我刚把邻居赶出去 又接到我爸的电话 说是前婆婆上门和我妈吵架 吓唬我妈要举报我非法买卖儿童 气得我妈心脏病发作 住进了医院 得知我妈并无大爱后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望着怀里和我有八分相似的女儿 我知道 我不能再忍了 既然她不忍 那就别怪我不义 我去了一趟前公婆家里 才知道宋黎离婚后 一直对我念念不忘 不愿意再婚 还因为埋怨她们不该插手我们的婚姻和她们赌气 搬去了别的城市生活 前婆婆对我心生怨恨 所以在得知我有了孩子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时 才不惜代价到处散播我的谣言 你可能不知道 无故散播谣言 毁坏他人名誉是犯法的 我随时都可以去起诉你 你是要坐牢的 怎么 看守所待了三个月 还没待够吗 听我这样说 她吓得微微发抖 片刻又强壮镇定地说道 你少吓唬我 那算什么谣言 你不能生是事实 孩子肯定不是你的 你怎么就非要死脑筋认定了 是我不能生呢 难道就不能是你儿子有问题吗 我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少胡说八道 我儿子要是有问题 闹闹是哪来的 我吃笑 从包里拿出一份化验单递给他 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一年前 我刚怀孕时 有一次逛商场偶遇了闹闹和他的妈妈 离婚前 宋黎曾给我看过他和闹闹的合照 之前照片里那个吐气憔悴的小保姆 母凭子贵 有了宋家的资助后 摇身一变成了精致时尚的大美女 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只不过 他身边跟着的 和他举止亲密的男人 看起来和闹闹的五官更加相似 我留了个心眼 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之后我想越觉得蹊跷 为了弄清真相 我买通了宋黎刚踹的女朋友 男人多可笑 一边说对前妻念念不忘 但并不耽误身边女朋友流水一样的话 12 女孩不甘心被宋黎踹 我正好找到她 给她一大笔钱 让她想办法得到宋黎的经验 我拿去做检查 检查报告出来 我并没有多意外 毕竟 闹闹长得不像宋黎 倒是和她妈妈身边的那个男人 长相十分相似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打算把真相说出来 我相信恶人自有天收 等他们家寒心如苦地把孙子养大 再发现真相 那才叫报应 可是前婆婆偏偏不长眼 非要来惹我 那我也就只好拿出这张底牌了 这是宋黎的检查报告 仔细看看 你会非常惊喜的 看不懂没关系 可以拿给宋黎当医生的表姐看 我好心提醒她 她颤颤巍巍结果 只看了一眼 便惊呼道 重度弱精子症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的 前公公慌忙抢过报告单 仔细看完 突然她坐在沙发上 闭着安静锤着胸口 门横 我猜 小保姆把孩子领上门 你看见她背后那科制 就认定了她是你孙子 得意忘形了 所以就连亲子鉴定都没做 对吧 前婆婆突然把目光投向我 眼神恶毒似要喷出火来 我不相信 你就是故意挑拨离间的 我掏出一张照片 甩到她面前 你看 闹闹是不是长得更像这个男人 他们在一起 是不是更像一家三口 她激进疯狂 拍着大腿哭嚎 老头子 这咋办呀 要了我的老命了 后来 我妈特意跑过来跟我八卦 说是宋黎家如今惨不忍睹 宋黎领着儿子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 两人不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宋黎她妈知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跑去小保姆家大闹了一场 撕破脸了才知道 当初小保姆怀的就是她男朋友的孩子 正好宋黎碰了她 她就假接孩子的名义 从宋家骗走了一笔钱 后来小保姆打听到 我不能生育 刚好他们两口子手上又缺钱花 就想到把闹闹送到宋家 以此来而前 当眼珠子疼的孙子 却发现不是自家的 儿子又确诊了不育症 为了给孙子欠户口 还被小保姆走了二十万 到头来人才两空 也真够倒霉的 听说宋黎她妈被气得昏倒住院 醒来精神就不正常了 她爸一辈子没下过厨房 也不会照顾人 宋黎请的保姆都被她妈打跑了 实在没办法 宋黎就把他们两个都送到养老院去了 这一家子 算是毁了 我妈一边给女儿冲奶粉 一边嘖嘖感叹 那不是他们家活该吗 事到如今 我对她家一点都不同情 我只觉得畅快 就像我当初对宋黎说过 这个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既要又要 往往只会得不偿失